留到这里可以吗 好 一路的折出长颈鹿 可爱的贵宾狗也难不倒塌 口罩下藏不住雨萱的开朗笑容 其实去年初 雨萱才被检查出乳房原胃癌 之前都是良性的 那应该是吧 可是后来又觉得 好像有变大一点点 想说那还是去医院 再做一次检查好了 一路走来谢谢家人的支持 也好在有定期检查的习惯 才能提早发现 经过局部切除手术和放疗 雨萱愈后状况良好 近年台湾乳癌有年轻化的趋势 39岁以下的乳癌患者越来越多 台湾女性乳癌好发年龄 甚至比欧美还要早10岁 能像雨萱一样早期发现的人 真的算很幸运 很多的民众就是在等45岁 结果那时候找到我们的时候 去做辅导的时候 她就已经是三期末 她就在等 45岁以上未满70岁 或者有家族乳癌病时的 40岁以上未满45岁的女性 每两年可以免费做一次乳房X光摄影检查 但并有协会认为乳癌年轻化 筛减的岁数应该再往下放 就因为乳癌位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 108年就新增了14856名 平均每36分钟就新增一名乳癌的患者 110年平均每天有8个人因为乳癌死亡 根据研究 女性每两年做一次这种乳房X光摄影检查 可以有效减少30%的晚期乳癌发生率 也减少41%的死亡风险 乳房摄影的优点是 她可以侦测一些早期那个 癌症病灶的钙化变化 那一般来讲 我们如果在乳房摄影的报告 如果看到是有像 增状 磅状 树枝状 或者虫剧型的钙化点 就要强烈怀疑有可能有恶性的可能 在做的时候可以转移注意力 或者可以透过你呼吸的调节 那我们也建议 如果您在经期结束后 一到两周来做检查 或许这些都可以减轻你检查室的不舒适 乳癌如果能早期发现 二期以前的乳癌五年存活率 都在89%以上 台医院统计院内乳癌治疗 二期乳癌五年存活率 更将近92% 家里有好几个人得乳癌的话 如果万一你身上有这样的基因的话 表示说你一直到七八十岁为止的话 你会得乳癌机会可能有六成 油炸的食物 还有一些高糖分的饮料 那这些都是导致我们导致这个 乳癌的可能性增加的原因之一 那另外是一个环境后门的一个影响 那特别是我们很多的食材 都会用塑胶带来装 那些容器呢 都会有释放这个塑胶剂的可能性 除了家族病史 女性如果月经提早到十二岁以前就来 更年期到了五十五岁以后才停经 或者未曾生育 肥胖 少运动 长期使用荷尔蒙补充剂等 都是乳癌的高危险群 定期做乳房筛检才能早期发现 端新闻的文姓陈云 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新闻追求真实 说好的不缺电呢 小小的人为数字就发生这么严重的状况 这就是我们的超前部署吗 事件抽丝剥茧 那是怎样 快筛事迹 就是买不到黑暗期即将开始 我们理性思考 我觉得这次也有点太重了 台湾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您信赖地选择 东森晚间新闻